好,上任即将满一周年的瑞穗乡长吴万德 在7号的乡代营会的定期大会 乡长市政报告指出 推广在地农特产品之外 由于积极加速办理针对乡公所 从108年到111年 62件保留案 那么加总将近有2.2亿元的补助经费 那么使乡代表提案的进度是受到了影响 那么报告台上特别也像乡亲们 跟代表们鞠躬至线 现场气氛有些尴尬 瑞穗乡明代表会第22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今天进行乡长市政报告及各科室业务报告议程 在市政报告中 乡长吴万德除了一一说明 办理各项农特产产销推广活动 上任即将届满一周年的吴万德 尤其针对了乡公所 从108年到111年间 共有62件保留案 加总经费将近2.2亿元左右的补助费 至时的相代表提案执行进度受到影响 特别在台上鞠躬致歉 在此深深的向各位代表 一起公议 向各位代表 致上最高的权益 获悉未完成的案件 乡长市政报告却迎来乡长鞠躬致歉 令乡代表们有些尴尬 乡长吴万德另外针对了延宕以及争议案件 详细报告说明也积极处理以提升机关形象与服务品质 而在此同时 吴万德也将带领公所团队 积极争取补助经费 来改善乡内基础建设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